第143章 又是一年秋叶红 刘小妹也是神情复杂地瞧着梅子 她往常是多么的无忧无虑呀 那时候自己总是羡慕她的好福气 看来女儿再好的福气 嫁了人该干啥还得干啥 娘说的没错 多学些过日子的活迹是不会错的 举花觉得气氛有些沉闷 便岔开了话题 告诉他们如何做菊花茶 装枕头的只要洗一遍晒干就成了 三人这才又说笑起来 今年多了好多事 这采菊的活动再也不如去年秋天那般悠闲 菊花双手不停地掐着菊花 动作一快起来就变成揪了 她感觉自己跟采茶女似的 双手翻飞上下一动 梅子和刘小妹也加快了手上的动作 为了多采一些 三人又渐渐地分开了 各自往一个方向去找 菊花采了一会儿 现篮子和篓子都装满了 虽然是蓬蓬松松的 不过这花也不好压紧了 于是她对梅子和刘小妹叫道 我先家去了 我还要煮早饭嘞 说着也不带他们回答 转身就急不往家里去了 路上偶一抬头 这才发现自家屋后的山上 又是一片光滑灿烂 那满山的橡树叶子 由绿、黄、橙和红色 组成了一幅不须与风铃的画面 原来不知不觉间 自己来到这里已经整整一年了 她不由得有些患然如梦的感觉 在一桥山下的青抓瓦房 她心才踏实下来 这就是她的家呢 郑长河跟杨氏青木一早就去了卖地 菊花回到家 急忙地煮了一锅玉米糊 煮得半熟 就在灶洞里压了些底火 让她慢慢地闷着 然后她把采回来的野菊 拿到河边淘洗干净 晒的晒 蒸的蒸 跟着喂猪喂鸡 一会儿的功夫 爹娘和哥哥就回来吃早饭了 菊花便急满端饭 好在不用炒菜 这全得益于平时的情况 那腌的姜豆 腌的棱椒菜 酱菜瓜 酱黄瓜 辣椒片 焖辣酱 加上咸鸭蛋 真要是全摆上来 那也是拌桌子 可是谁也不会摆那么多腌菜出来就是了 不过是就吃了这样 明儿吃那样 青木见菊花茫茫的样子问道 你去吃它几句花了 这么着还烧了早饭 娘 你明儿早上早点来家煮饭吧 也不差你一个人干活 省得你也累 菊花也累 正常喝听了连连点头 杨氏瞧瞧菊花 讹上的细汗也答应了 菊花见他们这么说 便道 往常不急的时候 早上做这些 觉得疼不出空 我今儿忙得快了些 发现赶一赶 也是来得及的 就是医生还没洗累 等赏屋再回来洗 杨氏安慰道 唉 也就是这两天忙一些 等橡子果 剪得差不多的时候 就整天守在山上 也是不成的 郑家还是晚了一步 这还没丢下晚了 就听外边 闹哄哄的一片响 村里人都上山 来剪橡子果了 俗话说 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 青南村一向民风存谱 但那是没有利益冲突的情况下 才会如此 真要有了利益冲突 淳朴的人也会发急的 上回 李明堂和郑家的地皮之针 就是证明 这橡子果 捡回来可以喂猪 处理好了 人也能吃 谁不去抢 村长李庚田 也是没有办法 这东西又不好分 他找了一个万全的法子 又担心村民 为这东西闹矛盾 因此 把人聚集起来 说了一番话 你们也不要着急 我心里呀 有一本账 这橡子果肯定够大家捡的 不管你们家是猪吃 还是人吃都够了 啊 你总不能天天吃橡子豆腐吧 人群哄笑了起来 他又道 我就是想跟大伙说 甭眼皮子浅 要是为这东西抢得打架起来 都是一个村的 也没意思 这小猪也不好逮 咱村呀 喂猪多的人家 也就是四头猪 少的才两头猪 捡多了也是白费 今年春就种了不少橡子果 明年还要种 往后呀 年年种 这橡子果不就越来越多了 有啥好抢的 周矮子笑道 哎 村长这话咱明白 要大伙直观捡 就是不闹起来 要是我说了 肯定不会闹起来 都是一个村的人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大伙呀 谁勤快的就多捡些 懒人捡少了也甭怪人 是吧 人们纷纷道 是这么个脸 赵三笑道 要是谁晚上也不歇着 点着火把捡 我就扶他 哪怕他把橡子果都捡关了 我都没意见 李耕田急声道 瞎说啥 你当玩笑说 真有那小气人 不晓得轻重 贪图那么点便宜 点着火把捡嘞 这要是把山给烧了 我瞧你们哭去吧 你就把那人杀了都不顶事 都给我听好了 谁都不许晚上捡 天黑了就回家 哪里就差那么点东西了 人们这才悚然一惊 连道绝不会点火把捡的 有了村长的告解 这捡果子的活动还算和睦 经常是几家用在一棵树下 也不会争吵 大家全奔向菊花家的后山 这里离家近嘛 当然是先捡近处的 然后再往远处的山上捡 捡够一旦 男人们就往家挑 女人继续捡 从家里转回头的男人 找不到自家的婆娘 又不好叫娃她娘 只能扯着嗓子叫名字 不然这满山都是娃她娘 娃她爹的 谁晓得你叫哪个 一时就听山上呼声不断 菊花家自然是最沾光的 他家就在山下 全家出洞 捡够了一单 郑长河就挑回去 那和郑家相熟的 如赵三 粘大栓 立马也直接把果子挑到郑家搁着 省得来回折腾 后来就连刘大胖子 也把果子挑到了郑家 她闺女和菊花玩得好呀 旁人就不好意思了 倒不是说郑家交情不够 主要是郑家的院子 也堆了好几家了 再挑过去 那不是起哄吗 菊花跟着青木一起捡 两人一是说笑道 都是去年勤快了一回 才有了今年 这满山捡果子的人 不远处的张怀 问他们笑啥 青木就告诉了她 她也没接话 就在心里叹气 那时候正是青木跟自己 怂气的时候 她转而问青木 有没有挖些树回去栽 青木道 这东西还是栽在山上比较好 太沾地方了 我那后院虽然有点地方 我还想着多栽些果树 我想跟村长说 明年要把山上的空地多栽些 树栽了还要跟着照灌一段日子 总要等她活了才能撂手 所以说呀 这巷子果也不能捡得干干净净 一个不流嘞 张怀点头 说她要尝试一下 用巷子果来种 看能不能出苗 要是成的话 也省得满山找树苗了 等落下了果子出苗 总归不如人种来的妥当 句话不尽眼前一亮 立即对她说道 哎 怀子哥这注意好 虽然不一定能种出来 不过凡事不是都要去试试才成吗 你不妨跟村长说 专门弄一块地种这东西 大伙没事的时候呀 就多琢磨琢磨 常常的也找那些上了年纪 有经验的老人家来瞧瞧 说不定往后这巷子果树 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了 她看着张怀 迎听了自己的话 双目骤然放光的样子 觉得视线太过灼热 忙低头 避开她的目光 一边想着 不管是青木还是张怀 他们都是聪慧的 不过是碍于见识 不习惯去拓展思维罢了 自己时常提点的 他们就渐渐地绽放出了光彩 张怀不过是自己的想法 随口说出来罢了 万料不到 不仅得到了菊花的赞扬 还帮着出了主意 说了一大片话 她见菊花低头 似乎有些害羞 顿时心里软软的 欢喜的脸都红了 对着不迭地点头 也不管她已经低了头 看不见 说不定就把这话 给村长说了 郑常和张大栓跟青木 也连声说 这主意好 郑说着 就听村长李庚田 挑了一袋巷子果 郑要往山下走 顺嘴便问道 啥事好 瞧你们两家 说得这么热乎 让我也听听 张怀等人 见村长来了 大喜 便把刚才的话 说了给他听 李庚田也是洗的 放下单子 连到这主意好 妥当 咋去年就没想起来嘞 这果子呀 掉地上都能出苗 咱要是来种的话 不是出的更多 这可是个好主意 哎 你俩念书了 就是跟往常不一样嘞 一个主意接一个主意 我瞧今年鱼塘呀 肯定比去年 要多起不少嘞 这话听着郑常和和张大栓 高兴得合不拢嘴 李庚田转头对郑常和说道 常和 我是个爽快人 最不惜拖他了 这法子好 咱就要当间大舌来弄 可是这东西还是种在山边比较好 村里呀 就租你一块地来种 旁人家也没你家地多 我家田虽然多点 地也少 反正呢 该给多少租子 就给多少 不能白种你的地 你瞧这啥样 郑常和忙道 这又啥不成的 回头你去瞧了 那一片地呀 你划出来就是了 我少重一点 人也亲着 李庚田满意的点头 对他们说道 等这事忙完了 咱呢 就挑那些颗粒大的巷子果备用 家家都要挑一些个村里 然后就示众 哎 我要家去问我爹 这巷子果到底啥寿出的苗 往常呀 咱都没在意了 都没人管 亲目微笑道 不怕 多是机会 比如有的种深一些 有的种浅一些 有的种在潮湿的地方 有的种在干燥的地方 咱们呀都试一些 到时候看出苗的情况 明年不就都晓得了 请不吝点赞 – 太轿